賴清德目前看起來這個稍微的規劃 開始更細部的曝光了 可是鳳欣姐我特別要提到的就是 綠營的涉外人是提點的這段話嘛 那我們剛剛也會講到監軍這些事 可是他說賴清德面對僑借講話特別小心 只要不失分就是得分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他所有行程安排 因為還沒有太透明跟 還沒有排得很滿 光是僑借講話那時候我其實就已經想到 他可能又會很興奮 每次一興奮就會脫口一些 其實有可能會造成美國或日本很緊張的話 我們先來看他的行程當中 因為他的行程時間 特別的短暫 這跟早期的時候 蔡英文去過境美國的時候 其實通常待兩個晚上 對不對 是完全不一樣 他把它限縮在 你只是 稍事休息 只是比你那一個就是在機場過境的時間 稍微長一點點 好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其實我們要觀察的是 現在公開的只有一場喬宴 而且這個喬宴能公開嗎 這是一個問號 好像目前沒有聽說會公開 對 那麼 你要知道所謂的降規這件事情 他常常是在外交事務上面 非常微妙的一些小部分 包括了他過境的城市 然後包括了他 過境的時候 然後見的人 以及你在見這些人的時候 可公開或不可公開 甚至於你知道以前 緊到了什麼程度 就最緊張的時候 比如說陳水扁後期的時候 當然 陳水扁後期還更糟了 但有一段期間是 你到了 紐約 你就連街上都不准去 就是讓你完全像是 這個蒙面一樣 然後呢 你就是趕快的 到了機場 然後去了飯店 然後再從飯店 再到機場 然後人走了就好了 真的是過境 真的是過境 而且這個過境要求你 不得對外有任何的公開發言 還不純粹是說 可不可以在結束行程之後的公開喔 其實連 就所有的公開通通不行 如果連喬宴都不得公開的話 那我就覺得說這一次的控管是 真的非常的嚴格 我覺得這是賴清德自己造的 因為賴清德從第一時間打的 就是親美路線 而且是 我覺得不是親美而已 他根本就是 緊抱著美國大腿的這一條路線 可是你抱著這條路線 結果美國還不信任你 所以 對他的殺傷力就會特別的大 就在一次 我這一趟的行程 這樣的一個安排 之前 就是因為我跟 唐蕭榮另外的節目當中 唐蕭榮說他 做夢夢到 當然我都知道說做夢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們在網路上面常用的一種 一種一種術語這樣子 他其實就提到說 只能有一場喬宴 而且不得公開 他當時就講了 這樣子的一個話 就是說 降歸到這樣的程度 我不知道說未來 當然8月12號 這個實際上面的狀況是如何 但是 目前看起來朝向這個方向 那這個確保零意外這件事情 究竟是 台灣這邊希望賴清德確保零意外 還是 美國要求賴清德確保零意外 所以 我覺得 我們講說 現在 國際上面跟台灣內部都有信賴危機 就是 美國對於賴清德有信賴危機 這你從金融時報的報導裡頭就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呢 台灣內部就包括了他的 這個潘孟安 蔣傑安的這一個 論文的事件 還有他提名的人六個退選 這一些事情 所以 賴清德的信賴危機 源自於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的冒進 還有他自己的世人不明 所造成的 那我覺得現在 他的信賴危機才剛剛開始而已 國內有什麼樣 也讓賴清德 真的也 很難去做去施展的 也包含了自己本命區啊 台南啊 這個前議長邱莉莉 去年底因為不滿 被人在網路惡意的攻堅 所以他在去年的 12月7號的時候 跑去了台南市警的二分局 中正派出所來提告 結果提告過程中 一言不合直接開始辱罵 那辱罵的有包含了分局長 還有當時的侦察隊長 而且他罵的話 其實楊明哥他的臉書 也寫得很仔細呀 譬如說講說你們都沒路用啊 保護我做什麼 你保護罪人啦 或是說 你這個分局長還內神通外鬼 甚至有屢次的拍桌摔手機 當場 污辱當眾污辱 裡面也不罰這個髒話都出現了 所以他現在法官認為他已經犯了 侮辱公務員罪 所以呢可以儲拘役 30天 或者是 異科罰金 他的說法當然是尊重司法判決 也正是自己的錯誤 那他也不會上訴 跟袁警來誠摯道歉 不過這讓我們看到啊 這是你的信賴台灣 這是你的信賴台南啊 所以當然是 因為其實過去喔 這次藍的也有一些人對警察一些痛斥跟批評 所以不分藍綠 任何這種 無任何建設意義 純粹辱罵 侮辱 我們所有基層公務人員的人呢 我們都是一律給予譴責 那當然尤其警察最辛苦 以前我還記得也曾經有議員呢 直接痛批警察是賊 類似等等的言論 好 所以呢 從邱莉莉的案子當中呢 我認為 我們歡迎邱莉莉 就是更多這種奇奇怪怪的事情呢 越多越好 更加彰顯 就是現在的邱莉莉 最好是呢 這個隱姓埋名低調 對賴清德最佳有利 因為只要他的名字一起來 大家又想起 惠選啊 光電啊 88槍啊 就這一系列台南的各種狗屁倒灶的事情 都會隨著邱莉莉這三個字而浮現 會讓人覺得 你這個涉及惠選的怎麼還繼續在當議長 然後台南的議會怎麼還能夠繼續一片和諧呢 怎麼在台南的老百姓 還不趕快起來這個造反呢 就是應該要有所憤怒啊 應該要覺得說 台南怎麼能夠繼續容忍這種涉及惠選人 繼續在上面 而且竟然還說了 這個因為議長的惠選呢 不涉及選舉人員的相關法規 所以沒事 就這麼離譜 就明白告訴你了 各方的市政人政都告訴你 就是惠選 而且涉及呢 就用恐嚇勒索的方式 所以嚇得很多人在投票之前都要躲到 這個議會裡面啊 要警察來保護啊 有17個人都要申請保鏢啊 結果呢這樣能繼續沒事 那從這個他所謂辱罵遠景的案例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台南或者是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何其囂張 就張牙舞爪到這種程度喔 通常我們理解的就是 因為當然我們自己身為民意代表 我們也都知道很多民意代表對基層的公務員啊 極盡羞辱之能事 尤其呢他不是為了公家的事 就是為了私人的事情 對吧 然後動不動呢就把局處首長就叫到辦公室來罵 就叫到辦公室來罰站啊 更何況是這種基層的小圓警 那當然呢在台北市更多的 這個接到所謂的選民的罰單啊幹嘛 就叫警察自己繳 叫警察自己吞 這種事情所在多有 所以會對基層的公務員 就是辱罵到如此難堪之地步 那可想而知他在地方已經是 這種所謂的勢力通天到什麼地步了 那當然呢 因為他能夠跟這所謂的在地集團 對吧然後住豪宅啦 然後有這個相關的 弊案的案件啦 然後這個幾億的案件 都跟他有所關聯 然後所謂的會選呢動不動就是 這個上千萬的然後來作為相關的條件 所以他怎麼會把一些基層的公務員 放在眼裡呢 那這就是講 當長期執政的時候 就絕對的權力導致了絕對的腐化 所以台南在民進黨的執政之下 我們發現竟然是暗無天日 然後 真的所幸 這件事情呢後來是有什麼到了法院啊 然後接下來到底最近呢是有所判決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到9月多的時候 包含光電以及等等 也會有進一步的法院 對也會有開庭也會有進一步的一些新聞 所以這些新聞到時候都對賴清德 是很嚴重的打擊 對賴清德來說 什麼88槍啊 光電啊 或什麼議長會選啊 最好就是避而不談 最好都不要發生這件事情 最好法院都不要開庭 都不要有新聞 但是不可能 因為法院開庭的時間 或者是征訓的時間 是基本上 就是一定會在今年選舉之前 怎麼樣 他也都會有所動作 他可能會為了配合選舉 會稍微拖拖拖拖拖拖 不會最終的一個判決 但是總會有開庭 有開庭就會有征詢人證 有開庭就會有相關的一些對答 那麼這些對答呢 每一次的報導 都會加深人民對於台南 弊案的印象 而這些事情 就是在這下半年當中 對民進黨 對賴清德 最大的打擊 所以當然我們也希望在野黨 能夠趁著這個機會幹嘛 要全方位的 繼續在各方面揭發民進黨 過去執政的一些弊案 台南如果有的 我們就繼續去挖 那如果過去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現在變成了是國民黨執政 或有政黨輪替 不論是在新竹或者是桃園 都能夠繼續的 挖呀挖呀挖 把民進黨這些事情 通通都翻出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 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 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 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而言之中 有額外的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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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額外的選択 上有額外的選択 你是否從未來 有額外的選択 有額外的選択 你的選択 是 是 有額外的選択 是